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远古的先民们将符号刻在竹子上用来济世 自西周起 竹简 竹扇等竹制品便风行一时 到了宋代 竹客的艺术性与观赏性逐渐增强 建筑 人物 花鸟等元素成为雕刻的主题 明清时期 竹客艺术空前发展达到鼎盛 出现了许多雕刻精细 古朴雅致的艺术精品 几千年来 竹客艺术发展出多个流派 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各具特色 嘉定竹客以身刀剑长 将书法 绘画 诗文 雕刻 巧妙地融为一体 赋予竹新的生命 精灵竹客则以浅刻闻名 寥寥数刀就能刻画出深远的意境 这派竹客功于刘青 素雅淡薄 余韵无穷 晖州竹客因才失忆 突破传统小气限制 使大建竹客成为可能 每一件竹客作品 都浓缩了雕刻艺人的匠心 展示了自古以来 匠人们的巧思和智慧 竹是君子的化身 从泥泞中走来 奥立于天地间 千百年来的雕刻艺人 将竹的气节深深地刻进了 中华文化的基因 诉说着中国人的情怀